挪威士兵正在与德军士兵展开激情互舍 一时之间打得难解难分 匿急的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 挪威士兵端起MG34 向着德军阵地发起进攻 而这场激烈的战斗 正在1940年挪威北部上演 自从德军发动二战以来 在欧洲战场未尝一败 却未曾想 竟会在这小小的那儿为克马式潜艇 尽管这场战役 放眼整个历史当中不值一提 但对于挪威而言 却足以载入史册 在二战初期 德国的武器制造 需要大量的铁矿石 其中85%都是来自于瑞典 纳尔维克港 就是铁矿石运输的重要通道 挪威作为中立国 战争初期并未参与到纷争之中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 英国人很快也把目光放到这块土地上 德英双方为争夺资源 不断在这片港口进行海战 时常出现军舰被击沉的情形 渐渐的 事情变得不受控制 被战争夹在中间的挪威最为难受 他不得不在与虎谋皮还是与狼共舞之间做出选择 这天 纳尔维克的镇长召集德英领事 在饭店内进行协商谈判 所谓和气生财 只有放下战争和偏见 铁矿石才能源源不断提供给双方国家 若是一直在港口发动武装冲突 那么很难确保铁矿石的供应不受影响 然而 德英双方根本不把镇长放在眼中 纷纷找各种别角的借口 来撇清自己在港口内的责任 镇长健壮 无奈只能暂停会议 就在这天夜晚 德国人不讲武德 派出军舰再一次袭击纳尔维克港口 炮击使得一艘挪威货船沉入大海 并且德军很快占据整座小镇 小镇内的挪威士兵听到炮火声 不约而同地赶往事发地点 他们举起步枪 和德军的先头部队对峙 挪威少校见状 独身一人走上前去 与德军军官谈判 德军不愧以闪击战闻名于世 在不到一个晚上的时间 周边小镇已经悉数沦陷 德军军官表示 只要少校愿意投降 就不会过分为难对方 敌人气势汹汹 且兵力数倍于己 挪威少校为保护小镇不被袭击 只能后退一步 选择妥协 将自己的配枪递给对方 言外之意 就是他选择投降 挪威士兵万万没想到 他们已经做好战死的准备 少校竟然先行投降 无奈 只能跟着少校一同离去 其实 少校心里早就做好打算 他自知无力抵挡德军进攻的步伐 但对方拿下城镇之后 他也不能让对方 就这么轻轻松松运走铁矿石 于是 他率领一部分精英部队 准备前往城外的铁路大桥 在途经德军少战时 少校等人被拦下盘问 少兵表示 上层下达命令 不允许有武装部队通过此地 但少校十分硬气 依旧让部队马不停蹄的 顺着铁轨前进 毕竟这里是挪威 属于自家地界 德军少兵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 辨认由对方通行 假如少卡的机枪开火 恐怕一眨眼的功夫 所有人都会成为枪下亡魂 不多时 他们来到一座大桥上 根据当初建造的计划书上所说 这座大桥附近还埋藏着炸药 其目的 就是为了今天的炸桥行动 很快 士兵们找出事先藏好的炸药 然而箱子内的炸药量着实感人 少校质疑 仅凭这点炸药要如何毁掉整座大桥 就在这时 隧道内传来动静 所有人举起武器叙事待罚 不久后 一群当地平民从隧道里走出 他们是来逃难的 士兵们冲上前去 赶忙帮助疏散群众 其中还有士兵刚纳的妻子和儿子 他告诉妻子托福特 一会儿就要爆破大桥 等任务完成之后 自己就会沿着铁路跟上你们 说吧 就让妻儿先行撤退 时间紧迫 少校赶忙要求刚纳去炸毁大桥 就在他们疏散完民众 下一刻 德军的炮弹就落在阵地之上 由于炸药量不足以破坏桥墩 刚纳只能顺着钢架向上爬去 这种行为十分危险 稍有不慎 就会被摔得粉身碎骨 刚纳来到铁轨下方 在埋放好炸药之后 德军部队已经杀到大桥上方 刚纳见形势万分危急 只能将引线抛给接应的队友 队友捡起引线 就向后方撤退 敌人火力过于密集 为他们架枪的士兵也不幸身亡 队友来不及等刚纳归队 随即点燃引线 少校得知消息 立马带着部队撤退 刚纳看着一团火花从面前经过 她知道炸药马上就要被引爆 干脆纵身一跃 从半空中跳下 好在积雪过后 给她提供极大的缓冲力 伴随着一声巨响 一团黑烟缓缓升起 刚纳定睛一看 铁路大桥只是被炸个变形 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崩塌断裂情景 看来少校的炸桥行动 以失败告终 不远处的托福特 怕丈夫跟不上 一直放慢逃跑的脚步 怎料追上她的不是刚纳 反倒是德国士兵 托福特在被押回小镇的路上 看到刚纳被德军俘虏 她的眼神中充满担忧神色 可她一介妇人 又能做些什么呢 况且自己现在也是尼菩萨国河 此身难保 此刻 德军已经占领那尔维克港口 英军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很快也将军舰开进港口 对着德军展开炮击 托福特以为炮击结束 于是趁着夜色 想要赶回家中 没想到 此刻英军军舰再一次发动炮击 这次 炮弹的冲击波直接将托福特先飞出去 她挣扎着回到家中 发现刚纳的父亲已经惨死当场 儿子也被淡天刮伤 若是不能及时得到救治 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经过这次炮击 德军意识到 需要加强纳尔维克的防御 来保证资源的运输 镜头一转 刚纳正在雪地里 替德军士兵运送物资 原来他被俘虏之后 并没有就地枪决 而是被抓走当作苦力 德国士兵可不把他们当人 一旦有人支撑不住 对方就会举枪威胁 刚纳丝毫不敢懈怠 咬紧牙关 埋头苦干 在战壕中 德军士兵吃着罐头 十分惬意 俘虏们则在空闲之余 才有机会扒拉几口残灯冷制 就在这时 盟军的炮火突然覆盖到阵地之上 德军第一反应不是进攻 而是撤退 这恰恰说明 此地驻守兵力薄弱 又是一发炮弹被引爆 有的战俘想趁乱逃跑 却被德国士兵当场击毙 刚纳也意识到 这是一次逃跑的好机会 随即扑向最近的敌人 然而 他忙碌一天 还没有得到食物补充 根本不是敌人的对手 被对方一枪拖砸得满地找牙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法军士兵果断出手 将刚纳成功救下 战壕外 无数法军士兵发起冲锋 此刻德军已经在夹着尾巴逃窜 钢内端着冲锋枪 跟着法军士兵穿梭在战壕之中 碰到德军的机枪阵地 果断就是一缩子 这场战斗 在法国和波兰友军的帮助下 让挪威成功拿下这座阵地 少校夸赞钢纳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 并告诉对方 他们很快就会夺回纳尔维克港口 因为两周之后 盟军就要对纳尔维克发起总攻 到时候德军必然如同秋后骂着 蹦打不了多久 并非速向纳尔维克接近 然而德军防线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依靠轨道炮 不断对海上单位进行炮火打击 轨道炮威力巨大 但每次只能发射一枚 打完就要退回隧道中庄田 这让剑炮很难命中对方 所以钢纳的任务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处理掉这个大麻烦 德军的核心就是轨道炮 所以在必经之路上 布满了防御阵地 山头上的机枪阵地喷吐着火热 无情收割着盟军士兵的生命 所有人都折在这里 也无法摧毁轨道炮 兵败如山倒 法军向后撤退的步伐 无疑让所有人士气大跌 挪威少校实在看不下去 随即拦住逃兵 大骂手下是一群懦夫 他倒要看看 究竟是两条腿跑得快 还是手枪子弹飞得快 士兵们健壮 只能再次硬着头皮 返回战场中央 钢纳依靠自己对地形的熟悉 找到一条隐蔽的小路 带着一个挪威士兵和法军士兵 从侧面迂回包抄 来到机枪阵地的侧椅 经过两轮骑射 阵地内的德军士兵 成为他们的枪下亡魂 紧接着 三人顺利来到隧道之中 恰巧碰到正准备装填的轨道炮 他们二话不说 对着目标发起进攻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 让德军猝不及防 钢纳也不过多纠缠 抛出手雷 直接将大炮周围的士兵全部炸回 然后又把炸药塞进炮馆中 伴随砰的一声 隧道内被烟雾笼罩 想必轨道炮再也无法使用 此时 正面部队已经占据一个土丘 同德军士兵激情互射 双方打得有来有回 整个战局陷入胶着 钢纳从后方偷袭 解决掉德军机枪手 随即挥舞白旗示意自己人 别开枪 并告诉少校 轨道炮已经被成功摧毁 战士们非常兴奋 疯狂地向山顶发起冲锋 不多时 挪威国旗在山顶上开始飘摇 士兵们热泪盈眶 高声唱起国歌 随着德军失去最后一个阵地 纳尔维克港口 彻底回到挪威的怀抱中 这时的钢纳 已经成为挪威人眼中的英雄 她马不停蹄赶回家中 发现这里已经被炸得满目疮痍 万幸的是 托福特和儿子存活下来 两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短暂地温馨过后 钢纳这才得知 托福特为救重伤的儿子 不得已出卖英国领事 成为挪威人眼中的叛徒 钢纳费都气炸 没想到妻子竟然是个内奸 托福特为自己辩解 如果不是英国人 你的父亲也不会死亡 儿子也不会重伤 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 说不定 儿子此刻也成为英军舰炮下的亡魂 两人闹得不欢而散 就在这时 德军的飞机呼啸而过 对纳尔维克港口展开轰炸 相信用不了多久 德军的地面部队将会再次杀回纳尔维克 钢纳自知这场战火无法避免 随即带着七儿 坐上前往异国他乡的渔船 故事就此落下帷幕 本片名叫血战纳尔维克 纳尔维克战役 是德军横扫欧洲的首例败锦 这场胜利十分短暂 仅在两个多月后 挪威政府便宣布投降 这部影片角度很新颖 钢纳作为男人 穿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 保卫国家 托福特没有握枪的能力 他不像丈夫一样 而是选择出卖帮助国家的盟友来维护家庭 相信大部分的观众 在国难当头前 都会选择舍生取义 但是当战争来临 英国和法国在未通知挪威政府的情况下 下令全面撤军 挪威孤军奋战63天 最终不敌德国 选择投降 另外多加一嘴 法军39天投降 英国见自己没办法从德军手里 抢夺足够的铁矿石 于是投也不回地抛弃队友 这样的行为能算是盟友吗 说白了 挪威就像是一只绵羊 被夹杂在两头恶狼之间 一个家庭对于战争而言 微不足道 但是战争 能让家庭遭受灭顶之灾 所以说 妻子的选择非常理智且真实 影片的利益也足够深刻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 欢迎点赞评论和收藏 你们的支持 才是我们更新的动力